美国宇航员被困太空究竟还能不能回来 虽然NASA和波音极力否认 但很多媒体还是以美国宇航员被困太空或者是国际空间站 来报道STAR-9飞船害器泄露带来的影响 目前NASA已将飞船返回地球的时间 推迟到7月2日以后 这意味着宇航员滞留太空的时间将离45天的期限越来越近 那么美国宇航员究竟还能不能顺利的返回地球呢 关于氦气泄露 NASA和波音的官方说法是泄露极小 不会影响飞船的返航 但由于安装推进器的服务舱会在载入大气层时和飞船分离烧毁 因而需要更多时间来获取数据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所以一再推迟飞船和宇航员的返航 虽然NASA和波音都声称宇航员安全有保障 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但事实上氦气泄漏直接关系着 载入大气层时飞船的安全 我估计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NASA和波音才迟迟不让飞船返航 因为地面上早就多次出现了泄漏问题 有大把的时间都没有解决 太空里又如何解决呢 StarNiner上的氦气是用于对推进机系统进行加压的 以确保推进机能及时准确的输送到火箭发动机 如果泄漏导致压力不足 就会直接影响推进系统的正常工作 从而影响飞船的轨道调整和姿态控制能力 这一点绝对是致命的 因为飞船载入大气层时 必须保持一个非常窄小的角度 像StarNiner龙飞船二号这种飞船 通常应保持在五到七度的范围内 角度过大 飞船进入大气层加速度更大 会导致更猛烈的摩擦 有可能因为更高的热量被烧毁 角度过小 就像在大气层打水漂 有可能被弹回太空 而此时服务舱已经与飞船分离 飞船不再有动力了 这意味着飞船再也回不到地球了 你就可以想象氦气泄漏 影响有多严重了 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 波音的声誉都将再次遭到重大打击 因为和它同时开始发射的 SpaceX公司的龙飞船二号 已经载人往返太空十多趟了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 最安全的载人飞船 我估计StarNiner被完全淘汰都有可能 很多人还在讨论另一个可能 那就是SpaceX公司 紧急发射龙飞船二号 去救回两名美国宇航员 这种情况的发生 将彻底宣判StarNiner的死刑 甚至可能导致波音的崩溃 因为波音近几年受困于各种丑闻 声誉已严重下滑 最终可能会有一根稻草 来把它压垮 而StarNiner的骇气泄漏 就会是这根稻草吗 从中间 感谢观看